演员陈雨寒热前拍了一段穿梭视频 教程度堪比林志玲 随后模拟界泥石流山洪爆发了 真的不知道今后这些大神们 还有的就没 这部连无心和久为家和杜海涛 也加入到模仿陈雨寒穿梭的行列中来了 一个个都是戏惊呀 台湾女生的哈哈哈哈 我穿梭在 蓝布里 哎呀 我们穿穿的 一千二的姐夫妻 好开心 好开心 那年花开月正云正在热播中 剧中杜明里是目前最有通道的反派 为了完成贝勒爷交给的任务 不惜用挑拨诬陷的手段 让吴家东远家破人亡 甚至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姑娘 胡永梅面前 余浩明那种挣扎的情绪演绎得很好 在经过多次跟周莹交锋后 偶然看到周莹背上的印记 才知道周莹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 杜明里不敢相信现实 自己多年来处心积虑 想要争死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 后来杜明里私下里 约了周莹说了这个事情 周莹当场就崩溃了 偷骂杜明里 我没有你这种舍仙心肠的哥哥 你害了吴家 害死了那么多人 杜明里觉得 这一切悲剧都是贝勒爷造成的 最后杜明里造反 把贝勒爷给杀了 杜明里自己最终内疚 自尽身亡 27日上午 一位定位在美国的网友 在微博爆料称 自己在NYU打印的教室 看到吴阿哥了 该网友还害羞地表示 看他在认真学习 不好意思去打扰 最后add了苏友鹏本人的微博 苏友鹏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当年在经过小火队演绎工作的同时 他也优异地成绩 考上了台湾大学 这次留学也并没有在网上放出消息 网友们纷纷夸赞 苏友鹏是真正的学霸 闷声干大事 娱乐圈真学霸